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 我们现在在黄果树这边的滴水滩瀑布 这是一个免费景点 停车也是免费的 那个后面就是霸凌河大桥 我们下到河谷里面去玩吧 土的这个地方有许多这些小滩 这里不太好露鱼 如果是露鱼的话你就要见他们的 我觉得也不太好 或者是把帐篷搬下去 安顺比较热 大家注意没有这里还产香蕉 这里是下个河谷的这个路 在雨天中 如果要露鱼的话 东西就搬到这个下面 这回事 这里下午四点钟以后 就看不到太阳了 左边是霸凌河大桥 右边是地银干瀑布 好重吧 都好重 都好重 哎呀你看没有 右边白色的两个人 一个白色一个黑色 哇 我觉得又太危险了 这个景色一旦出了 是这个景色 平均会中间的 看他该说这多危险 好吧 你干嘛咯 滴水滩瀑布比羊皮洞瀑布更容易到达 好些天没有下雨 现在的水量不大 游泼是不远的 今年在中国的码碟 就把这原码碟放在下雨 去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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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 水瀑布 打开,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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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橋碟 不过我们强烈的飞舰来这里就是免费的 但是有几点要注意 第一 节假日不要来 第二 下雨天别来 像这样的路下雨天会好滑 节假日不要来的话就是因为不好停车 它这个路只有一条路 然后车子只停在路一边 所以就只剩一高道了 如果节假日有人多的话就很容易堵车 再一个就是房车是进不来的 因为进口的时候 路两边有个本来路就不宽 有两个好大的墩子 房车是进不来的 进这个地整滩瀑布 这路两边有两个墩子 可能房车就过不了